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扑扑公的异想世界 与多功能活动中心二楼敲展中心展出 并于3月3号下午1点半举行开幕式 展览着重在扑扑公大师安迪 过我们的作品和扑扑相关作品的介绍 那扑扑艺术呢 在英文上就是popular art 那简称叫pop art 这个艺术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所以他常常在日常生活里头 找素材 比如说我们美国很有名的 Campbell的这个汤的罐头 或者是玛丽人梦露 或者是香蕉等等 那在美国扑扑艺术大师呢 Andy Wolf 就是有这样一系列的作品 扑扑艺术是1962年至1965年间 盛行国际的新艺术 同时也是这60年代现代派新艺术潮流中 为局浅远的艺术运动 而Andy Wolf 正是视觉艺术运动普普艺术的开创者之一 普普艺术特出的地方在于 他对于流行之上有相当特别 而且长久的影响力 不少服装设计 平面设计师都直接或间接地成 普普艺术中的灵感 树人艺术的策展中心提供了艺术创作者 及收藏家展示作品的绝佳场域 是一个启发式深含式艺术的原地 邀请树人的同学们下车后 可以到策展中心观看各类艺术展览 更期望大家都能透过一轮活动参与 讨厌幸运 累积自身的梅干体验与美学素养 体验树人的人文环境赠维 感谢观看